香港法庭在星期四 以煽動誘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的罪名 對出席去年六四集會的多名民主派人士進行庭審 其中12名被告包括支聯會副主席何俊仁 前民陣召集人陳浩媛 前立法會議員尹兆堅、張文光、朱凱迪 何秀蘭、梁國鴻、楊心 工黨主席郭永健 前支聯會常委麥凱華、趙恩來、梁國華 在灣仔區域法院承認控罪 由法官胡雅民處理案件 社會民主連線在法庭外抗議 和平集會無罪 和平集會無罪 政治檢控可恥 其中一名被告、前民主黨主席 和支聯會副主席何俊仁 在法庭上承認集會違反法例 但是說他和其他被告受良知和道德的驅動 繼續悼念六四的歷史傳統 並且銘記歷史教訓 何俊仁說 即使支聯會被解散 六四燭光追思會被取締 他相信悼念六四的精神 仍然會存留在香港人的心中 至此支聯會所有副主席和以上的領袖 以及大部分常委都已經被捕 中國國家媒體新華社中聯辦 說支聯會是反中亂港組織 並且支持香港警方 依法對支聯會採取行動 本集會的 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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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